去骨后的扇鱼切成8厘米左右的长断备用 这时小和虾也该登场了 鲜活的小和虾去头去尾 只保留最鲜嫩的虾肉部分 简单腌制后 这道虾爆扇的主要食材 就已经全部准备齐了 而老母鸡 火腿 猪骨 猪蹄 这些豪华配料煮出来的底汤 已经十分浓郁 这些配料熬煮的汤 到底怎么成就虾爆扇的美味呢 然后把这个油温烧到七八层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下个蒜丝 这会蹦吗 然后要爆的 你稍微走开一点 这爆的真的很厉害 你过来看看 这个爆的时候你要看 我们炸的时候 看它蒜丝的表面 有没有泡泡 有没有泡泡 说明泡好了 高温油爆的目的是快速定型 使得扇鱼表面 形成一层由气泡组成的外壳 这样做可以使扇鱼 获得外酥里嫩的丰富口感 而这诱人的气泡 使扇鱼在接下来的烹饪环节中 能够更深入地吸收豪华底汤的精华 看什么样 其实我都不用这么去闻 整个厨房弥漫的就是这个鸡汤的香味 但是揭开盖一探 到时候了 这个汤 鸡汤好不好 就看上面这一层油 金黄金黄的 哇 没放盐对吧 没放盐 哦 活腿在里边呢 对 这个老母鸡汤本身单煮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鲜美 但是加了棒骨和猪蹄 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浓香 但是煮的味道 主要的味道还是这个鸡的味道 鸡肉味道 很特别 非常香 一份最传统的虾爆扇 一定要做到汤 扇 虾 三味分明 炸好的扇鱼再次投入到鸡汤中炖煮 只需要三分钟就能吸足鸡汤六个小时的精华 而鲜嫩的和虾 不需要繁琐的工序 油温三成迅速下锅 低温滑油 是它保留住爽滑的口感 扇鱼和虾仁 在漫长的烹饪过程中终于相遇了 要想吃到它 我是经历了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前前后后七八个小时 算上我来的路 现在是可以吃了 现在可以吃了 吃扇吧 对 吃扇鱼 吃这个扇鱼 其实你要说它软吗 它不软 又有点脆 然后这个汤 鸡肉 火腿 磅骨 猪蹄 所有的味道都渗到这个扇鱼里边 绝了 真的是绝了 如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